起飛突然掉頭返回起飛地 不少乘客客力嚇壞 國泰航空2號凌晨 一架從香港往認識的班機 起飛不久機師就發現 近時燈亮起 懷疑引擎起火 後續無線電中段 機師也緊急決定途中放油 在空中繞了兩圈 終於順利返回香港 如果需要緊急迫降的話 它落地的時候 它的重量會操作 所以它必須要在空中耗油 飛行操作器 抑壓器 電氣器 發動機 引擎的部分 比較危急的狀況 就必須要斷然處置 這次飛行由A350-1000客機直飛 引擎使用的是 英國勞斯萊斯XWB-97型引擎 國泰航空檢查後發現 舊序引擎零件故障 也確認這是全球首例 勞斯萊斯引擎比較複雜 因為它有N1 N2跟N3 所以它一定是感恩貴的 不會跟其他公司 也都是只有N1跟N2 所以這個引擎來講 全世界很少在用 國泰航空召回旗下48架A350 進行檢查 全球航班大受影響 其中9月3號 4號 香港往返台北 共四架次取消 而同樣使用A350的華航和星宇 因為使用的是A350-900 機型引擎都不同 不受影響 星宇同時強調為求謹慎 這與勞斯萊斯聯繫 確認其他引擎的安全 而國泰航空8月1號才在高雄 發生其他飛機引擎故障 看來這飛行安全可要再加強把關 記者余生行操問題 台北報導